大家好 我的Coach Henry和大家分享 少少關於如何對付Moonball 那些人猛頂高球給你 Lob Sun的分享 請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多些朋友都可以收集 我希望我們這個影片系列 可以幫到很多朋友 解決很多誤解 或者Frustration 生氣 如何對付這種球員 這種球員是不停頂高球給你 單打 雙打 無關的 他們怎麼都會猛頂高球給你 我希望你忍不住 你不耐煩 你一套就令你落網 打塞 各樣各樣的事情 是很煩的 很多朋友會打得下 越來越興奮 很生氣 甚至乎說髒話 對著對手 其實是不需要這樣的 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最喜歡打Moonball 非常開心 希望今天的分享 分享到給大家一些提示 當然你要練 某程度上 為什麼我很喜歡打 The Moonballer 很多聰明的球員 Advanced的 職業網球運動員 他們都很喜歡打Moonballer 為什麼呢 有些原因 第一件事你要知道 你要保持冷靜 要保持冷靜 要保持冷靜 有時慢慢說 不要打著 慢慢來 不要生氣 為什麼呢 當你明白了 Moonballer 它只是頂著那個球 那個球其實是沒有力氣的 它只是高的 那個位置是不舒服的 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你可以慢慢來 其實那個球是沒有威脅性的 它唯一一件事 威脅到你是什麼呢 就是令你失 它是很有耐性的 這個是要賺的 這件事 你都是在它身上吸收的 它有耐性 你都可以有耐性 它慢地頂球給你 第二件事你要知道是什麼 就是它都幾 consistent 如果它頂給你 它慢地失的 或者它頂短的 下網的 或者它頂出的 其實你都不會有任何的慶 唯一 它慢地頂球給你 是有威脅性的 就是因為它頂球 對 兩件事 一 它很有耐性 第二 它慢地頂球 in 第三件事 它應該不會頂球短給你 因為它頂球有點深 那些長期做 都幾難搞的 我明白的 這種球員都幾煩 不過對我們來說 我們很喜歡 希望這個視頻 我們分享一些 shots 給大家 這些 shots 你可以做 令到你可以佔上風 剛才分享了 他們有很多好的利害吸收 你吸收了之後 你不可以 even playing field 但如果你可以做 這個 video series 分享那些 shots 你就可以 overcome 這些球員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即幾個 shots 之後 你慢慢慢慢吃著它 你就可以佔上風 好嗎 記住 你不要打算去找一板的 winner 一板過 反而會有點危險 如果你的 Fundamentals 不夠好 所以 我建議各位朋友 就是 get coaching from 你的 Coach 或者有朋友 為球給你也好 你一定要 Fundamental 基本功要做好 所以我經常和大家分享 就是 基本功是沒得談的 無論你是打Flat D球員 你打Spin D 你Farhand Backhand Balli 那些基本功要懂 因為這種球員 套神 或者Moon Baller 他就是 踏入你 Long Term 一 任務來勝 二 更加 consistent 以及你的 Fundamentals 更加好 我們的 Video series 希望大家喜歡 請大家訂閱我的 YouTube channel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多人朋友們都可以受益 然後看下一個影片 所以你可以步步步 去了解 如何用不同的鏡頭 去對付這種 Woon Baller 和粒神 好 希望我們的 Private Lessons 可以和你們去 work hard together 我們先發展你的 基本功能 然後慢慢去 對付這種 粒神